你的那個會員資料裡面喔 六年級生 他們的比如說一些 相關資料幫我帶出來 那你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必須怎麼樣 游標放在最上 上面當然不要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你就用篩選裡面 那個資料裡面的篩選 會出現 可以讓你去做篩選 特別注意喔如果你裡面的資料 是文字的話 他就是用文字篩選 那文字篩選的話呢 他就比文字他不是比數字啊 所以喔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剛剛有沒有試過 這邊可以什麼 制定篩選 那理論上我們可以怎麼樣 如果是六年級生的話他應該什麼 他應該是大於等於60 而且是小於70這個range 理論上這個 條件應該沒問題 可是你會發現喔你按個確定的結果會怎麼樣 沒有東西 因為 裡面是文字 可是你卻要他比數字 所以他比不出來 沒有東西 怎麼辦呢 轉換 所以轉換我們剛剛講過喔 所以如果你要轉的話 很簡單嘛 把這一串剪下來 再插入一個文字函數裡面的什麼 Value 有沒有 跟剛剛那個蠻像的喔 然後按個確定之後 把你剛剛剪下來的東西貼到Value 有點像過濾一下 他就 把70變成這個70 那最大的差異點請各位看一下喔 Excel裡面預設喔 如果文字的話是 靠 左對齊 如果是數字是靠右對齊 所以如果你這邊按確定之後喔 你會發現 70會跑到 右邊 表示他是一個數字 那你就把他向下填滿 再用篩選看一下 他馬上變成什麼 數字篩選 有沒有 因為裡面都是數字 OK喔 所以差一點點喔 其實就差很多了 那能不能做出結果來呢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是用 這個方法再去篩選的話 制定篩選 如果我要是7年級生 就是大於 等於60 而且是小於70的 這些資料幫我留下來 其他不一樣 那你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6年級生的資料 有沒有全部都留下來 你就直接再把你要的資料選取 貼到另外工作表 就OK了 所以這樣的話是比較簡單 當然裡面就牽涉到 幾個關鍵嘛 如果你不會test 你就取不出幾年次 如果你不會value 你就沒有辦法轉換 你也沒辦法篩選 所以這每個每個一層一層都關卡 因為我發現很多 很多同學的問題都是出現在 每個每個關卡過不去的話 那他後面的資料 就會有問題了嘛 那有問題 可是他又硬要做 就會變出 奇怪怪的東西出來 反正他就想各種方法啦 把他弄出 當然你可不可以把他 真的弄出 那個結果也是可以啦 應用 也是可以 只是說弄出來的東西 你會覺得 會不是那麼聰明啦 OK 好所以這邊的話 順便補充一下 就是用value 我把剛剛的東西貼到value裡面 再利用那個篩選完成 所以這部分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待會要講一個就是 把剛剛的動作 如果你每次資料又來新的 我先篩選取掉 如果資料又 重新又來一些新的 但是呢 你希望手機的這些 這個動作不要 不要重做的話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動作 重複 只有這一個部分 是新的 其他都是舊的話 那你可以變出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什麼 就是把舊的資料清空 然後呢 再多一個按鈕 就是按下它 自動就幫你完成了 OK 那這兩個按鈕 實際上呢 是不用寫任何程式 只是需要知道 幾個東西啦 第一個 你一定要知道這個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裡面 會有一個叫錄製聚集的東西 他錄完的東西就幫你把它放到聚集裡面 那你就把聚集的東西變成一個按鈕 如果錄兩個聚集 你就變兩個按鈕 OK 大家應該 這個知道我的意思啦 那所以呢 你們待會 如果要需要錄製聚集之前 請各位看一下你們電腦 應該目前是沒有這個標籤 好不好 各位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沒有這個標籤 你就不能錄製聚集 你也不能變出按鈕 出來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樣 把這個開發人員標籤叫出來 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那個 其實我在第22頁的地方 其實就開發人員標籤 叫 呼叫的方法 在 這個上方有個箭頭 小小的箭頭這邊 其他命令 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你就按下這個 箭頭的其他命令 這個其他命令裡面的話 你就找到什麼 自訂 就點進去就是我們22頁的畫面 就自訂功能區 記得把開發人員這個 打勾喔 因為你們原來是沒有 你可能看一下 這邊怎麼會沒有開發人員 因為你沒有把它打開 所以從這邊 把開發人員這個地方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才會有錄製聚集 才可以產生按鈕 那所以待會我們要把這個 做出來 那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篩選這部分 待會再來看錄製聚集 好